我们静静奔乡到最深的地方 愿你的生命宁静温暖如海洋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音乐小剧 我们非常期待在这个时刻与大家见面 在今天的专访单元当中 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 艺术工作者蒋勋 蒋老师 和我们谈中国美术史 在今天的中国美术史 蒋勋老师要我们介绍的是唐代书法的 楷书与狂潮 我们在中国美术史里谈到唐潮 其实我想大部分人对唐潮 都有一个很直觉上的快乐跟感动 因为我想唐潮是一个 美学精神上蛮奔放的时代 就像马上就会想到李白的诗 就是那种豪迈 自在 不受约束的感觉 可是今天我有一点想借唐潮的书法 来讲两个矛盾的东西 就是唐潮是不是让我们想象到豪迈 是不是让我们想象到狂放 那豪迈跟狂放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大家常常会觉得 李白的诗读去还好过瘾了 那种完全不拘束 很解放的感觉 可是我在想会不会是一种误解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最好的艺术 在外在看起来 他不管他的热情都那么奔放 他其实是有一个节制的力量在里面 因为我觉得他并不等同于胡闹 因为因此我今天就很想用书法来做例子 因为唐潮的书法最明显可以看到 两个很极端不同的样子 一个是凯书 那凯书我们知道所有的朋友写凯书 写欧阳荀 写颜真卿 写柳公权 你会觉得 每一个笔画都是一丝不苟 那叫凯书 所以我们如果想到凯书 你就知道唐潮其实是规矩 最严谨的时代 比如说欧阳荀是最有名的 我们看到欧阳荀现在他的九成功 常常变成很多连小朋友的书法的灵本 都是用他这个东西出来 那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欧阳荀有一个传世的墨基本 就是梦电帖 欧阳荀的墨基 我们说墨基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的九成功 大部分是刻在石碑上的 所以字贴里面都是黑底反白字 可是墨基本就是白纸上的黑字 所以它是原件 那当然特别的珍贵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墨基本在 以前轻功里面收藏的时候 它连那个别在旁边的那个扣 都是用白玉来镶的 就是说这个书法是 非常讲究的一个作品 所以等一下我有点想 从这个作品来跟大家 简单的讲一下 作为书法家来讲 欧阳荀 对我来说是一个结构主义者 那我想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结构主义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王 我姓王这个字 三横一竖王 我们知道欧阳荀会把它写在一个 叫做九宫格的一个框框里 这个九宫格是在一个框框里 打了线条以后就出现九个方块 然后你会发现 他把一个王放在里面 是四平八纹 然后他完全在结构上绝对的对称 上下的比例都达到最完美的地步 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最怕写欧阳荀的字 因为只要有一个笔画外一点点 整个字就完蛋 所以你会感觉到欧阳荀写字的时候 那个对自己的要求 绝对严谨的这个感觉 那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他的梦电帖 因为这个铁叫做梦电 所以从仲仪就是孔子 仲仪梦电 七十有二开始 所以用梦电这个字 我们现在远远的看到这个铁的全部 你会感觉到他的整个航路 字跟字的大小 简直像印刷出来一样的感觉 可是不要忘记这是欧阳荀的手写稿 就手写稿可以写到 工整到这种程度 所以因此我有一点想用它来反驳说 唐朝不是随便的狂放 狂放如果没有一个对自己的 规矩的基本功的要求 那个狂放常常会变成放肆跟胡闹 我特别希望用它来解释说 今天对很多学艺术的 尤其年轻一代来讲 会认为艺术是不应该受约束的 可是我们就会发现说 现代的艺术 不管在绘画上表现 或者是歌唱上表现 有时候会变成胡闹 你会觉得说 因为你没有训练 你没有基本功 当你没有基本功 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演员 站在舞台上 他如果没有基本功的训练 他连他的身体 他都没有办法摆好 所以你常会觉得舞台上 怎么那个身体乱动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基本功 以前的老演员 比如说戏班里面 他一个脚架在那个地方 就两个小时不放下来 叫浩腿 这个基本功 那我就觉得说 当我看到 欧阳巡的这些字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他有一个中轴线 比如我们看到 读这个字 他有一个很长的中轴线 那么中轴线 两边的水平线的对称关系 他有一种绝对的完整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 不管是笔画很多的龟 或者笔画很少的胃 笔画多或笔画少 他放到一个方框里面 他都是绝对的方方正正的 这个感觉 所以因此我们就会觉得 汉字可以少到笔画很少 可以多到笔画很多 可是你怎么去把它放到一个完整的状况 我们随便挑一个字 应该的印 我们说善恶报印 印这个字 我们都会写 我们看到他这边这个笔画 这一撇出去 跟他下面拉的这个笔画 几乎是两个水平线条 两个平行线条 而这两个平行线条 稍微哪一根歪一点 他都没有办法让你感觉到 这个字这么挺 我们觉得欧阳巡字好挺拔 那这个挺拔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垂直线条 完全在平行 甚至我们再看第三根线条 还是平行 而这个平行的三根线条 中间的空白 流白 那个兼构 架构 都是完全平均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以看到 书法的基本功训练到 极致以后这种严格 甚至我们在讲报印的报这个字 这边构成的一个垂直线条 跟旁边构成的垂直线条 它又构成两个平行 所以因此很多人看欧阳巡的字 就觉得那个字好像一个伟大的建筑物 挺在那个地方里 推它都推不倒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分析的话 就会发现里面很多的这种线条 构成的一个垂直的力量 甚至痛这个字 这个垂直线条 四根垂直线条 它所构成的力量 而且中间的分隔点几乎都是一样的 甚至我们如果看到第五根垂直线条 它中间有一个留白性 这个留白跟这边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 我们需要一个好的音乐家跟歌手 他是可以把节奏掌握到非常准确的 就是你会觉得说 他自己在整个音乐进行当中 他会有一个像拍子 节拍那个东西 其实那个节拍 一般人 我们说这个人五音不全 就那个节拍感常常抓不住 可是我们会发现说 欧阳巡就是这种规矩 绝对景言 好我们刚讲完欧阳巡 我们说欧阳巡是凯书里面 结构主义的最高峰 写字一丝不苟 没有一个笔画是随便的 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跟他同一个时期晚一点点的张旭 完全是奔放 完全奔放 我们看到张旭的字 他叫做狂草 所以我们看到凯跟狂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美学 凯是说你要作为典范 你要作为楷模 所以他是基本功的最高峰 所以是欧阳巡 可是狂是说 规矩训练完以后 绝对打破规矩 变成一个解放的最高峰 所以有常常问 别人问我说 你喜欢欧阳巡的字 还是喜欢张旭的字 如果大家下次听到这样的问话 你就知道这里面 其实有一个陷阱 因为你喜欢欧阳巡 就表示你喜欢规矩 那表示说你反对自由 可是我觉得我并没有反对自由 我也很喜欢狂草 喜欢张旭的狂草 因为这里面有一种平衡 你就会发现最好的时代 是基本功也有 而同时又拥有自由的时代 有些时代你觉得很自由 每个人都在乱讲话 每个人都可以高兴 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个自由因为他没有基本功 他没有对自己的约束 这个时代是一个乱的时代 唐朝觉不是乱的时代 是他绝对知道 什么叫规矩 什么叫解放 什么时候应该规矩 什么时候应该自由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借着一连串在讲 中国美术史的唐代 我希望书法是最容易看出来的 就是他在讲 这个肚痛体 是张旭在肚子痛了 他肚子很痛 那他就说 大概是冷热所致 就是因为可能感冒了 就是发冷发热 所以他就服用了大黄汤 大黄汤是一种中药 我们看到大小的大 黄颜色的黄 汤药的汤 这三个字我们都会写 可是你看到张旭 把大黄汤三个字完全解散 其实我们仔细看的时候 这个大这个字的结构 被他改变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基本功 其实还是欧阳旭 这欧阳旭的基本功的九宫格 张旭是完全懂的 可是他觉得他要解放 因为我们知道 张旭写字是喝酒的 喝了酒以后 看陪文武剑 然后他有时候用头发 沾默汁在墙上写字 所以他是一个 解放的表演艺术 所以当时的人 很喜欢看张旭写字 注意我现在讲的说 不是看张旭的字 是看张旭写字 他是要现场看 因为里面有一个表演艺术的 极星的现场感 就像说 你说最好的歌手 你觉得 不是听现场真的不过瘾 因为再好的CD录音 都无法代表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情绪 现场的那种呼吸的感觉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 被列为张旭的狂吵的字 现在我们看这些文字的时候 其实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因为读到的资料说 张旭当年写字的时候 那种龙飞凤舞 那个速度感 跟那种 他甚至是狂呼大叫的 那种身体上的美学的感觉 这个被称为张旭的古诗四首 就是他写了四首古诗 那当然一般朋友会说 哎呦这样的狂吵 我怎么看得懂 全部是好像鬼话符一样的感觉 那事实上当然我们可以读内容 说东明 东边 因为太阳出来 所以很明亮 东明 九支 七八九的九 支是灵芝草的支 盖 东明九支盖 就是说东方太阳出来了 然后有一个像太阳神的神出来 所以他有很多的闪盖 以前的神仙出来 有很多的上面的滑盖 像妈祖初询一样 那像九个灵芝草一样的滑盖 叫东明九支盖 到这里结束 然后北 北方的北 北竹 蜡竹的竹 北方的蜡竹 其实在讲一种龙 一种龙叫北竹 那么五云车 他出现的时候 他驾的那个车子 马车的车 好像是五个云 因为相信神仙出来 有很多云在旁边 跟着那个马车在走 北竹五云车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读内容 可是我们注意一下 狂草的美跟狂草的快乐 常常有时候不完全是内容 是你看到以后 你忽然觉得 他所有的线条里面 像一个舞者的身体在动 所以我们知道说 狂草其实是最接近舞蹈的 好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字 现在如果没有讲 也许大家说这是什么 可是我不讲它 是因为我觉得 大家可以感觉到 线条流动的那个美 它事实上是 花开了的花 花那个字 一朵花的花 那这花这个字 变成狂草的时候 它改变了形状 它变成了一个 完全纯粹线条的东西 好 我的形容是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歌手唱歌 我们一直注意它 歌词的内容 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它觉得有一个声音的美学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它到永叹调的时候 那个啊这样拉出去的时候 没有意思 可是那个声音漂亮的不得了 我觉得狂草是 书法里的永叹调 它已经离开歌词了 它把花这个字 变成了另外一个形状的美 好 或者同 一同的同 大同世界的同 来 你过来的来 我们看到同 拉到这个线 过来的来这个字 上来以后 这个地方有一个 非常美的线条 我们看到我们写来的时候 是三画一树 然后两品 可是它把来这个字 拉长线到这里 勾上来以后 这边有一个线 这样子勾过来 我觉得好像一个 一个龙攀在一个柱子上的 那个感觉 所以这个来写得漂亮极了 我常常喜欢放大 这两个字给朋友看 同来 你放到很大的时候 它完全像一张画 所以其实 你懂不懂这两个字 是同或来 已经不是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它是同跟来 是用大脑 你感觉到线条的美 是用感觉 我们现在教育里 感觉太少 对 所以其实我们听音乐 跟看舞蹈 不见得是懂 是感觉到了 比如说你听到那个音乐 你就是眼泪都会流出来 所以你被它感动了 可是你问它说 你到底听懂了什么 它不是懂的问题 因为懂都是大脑的反应 所以因此我觉得 唐代了不起的是说 它除了理性思维的凯书以外 它给你一个感觉的解放 所以因此你会觉得 那个时代的人 有一种平衡 有一种平衡 就是同时有李白 可是同时有杜甫 李白写诗这么解放 可是杜甫写诗这么严格 所以严格跟解放并不冲突 所以我很担心的是说 我们在一个时代里 大家对自由 对解放 常常误解 因为误解了以后 就变成乱来 因为它没有一个 对自己的规矩的要求 所以我常常会 跟很多朋友解释说 其实解放自由 是一个对规矩的真重 你懂得了规矩 你才能够谈这两个字 对然的话 其实就是乱 就会乱 所以唐朝 我想从凯书来讲 那这个很有名的怀素 它是张旭之后的 一个大的狂吵架 那么在中国大陆博物馆 存了它一件 很简单的一个帖 是苦笋帖 苦是味道很苦的 痛苦的苦 苦笋 就是有苦味的笋子 笋子集 以及名 草之头一个名字的名 就是茶 它说我现在有很好的笋子 很好的茶 异常家 是不是普通好 是非常非常好 异常家 乃可进来 说它是写给一个朋友的信 说你要不要来 你要不要就直接来 乃可进来 四个字 怀素上 其实就是一个便条 就是传了一个简讯说 我这边有很好的笋 很好的茶 你要不要赶快来 所以就一个短信 可是那个线条 漂亮得不得了 我们看到乃这个字 两根线条 好 我还是要提到说 如果你框出来 特写这个字 一放大以后 那个线条完全是舞蹈 就是你可以感觉 它写字的时候的 那种潇洒 跟自在的一种美的 这种感觉 所以我想这里面 我们都可以知道说 怀素继承了张旭 把狂潮发展到极致 那像怀素很有名的是 藏在台北国宫博物园的一个 叫做自序庭 讲他自己的 比如说怀素加长沙 讲他加原来在湖南长沙 那么讲他从小对佛啊 对禅啊都非常有兴趣 那可是 颇好彼汉 就是说他很喜欢书法 写字这些东西 这个书法这几年 引起很大的辩论 有两派学者一直在辩论 就认为说 这个是不是怀素的原件 因为大家还是觉得这个线条 是比较接近宋朝的线条 可能不是大唐的那种 很粗犷豪迈的这个线条 那我想学者的争论 自然有他们的利润的一个基础 可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只是说 作为狂潮来讲 为什么会在唐潮出来 我觉得这是有趣的问题 就是你会发现 一个时代 如果他有那种最摇滚的 那种最解放的音乐 其实他同时会有非常规矩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我们常常误解说 搞摇滚他可能就是完全不懂规矩了 可是事实上 我们都知道说 他也有一个基本功在里面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希望今天我们用 楷书跟狂潮一起来谈 因为他可以让我们看到 唐代为什么被称为大唐 我想凡是加上大这个字 就是包容力特别大 他可以把规矩跟自由同时包容 所以我也希望很多的朋友了解到说 唐代的真正的特色 那么最后我们结束在 一个很难得的书法 就是一位大诗人 唐潮的大诗人杜牧 他的张好好诗 张好好这个女孩子叫好好 我们看到很有趣的一个名字 他这里讲 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叫好好 他其实是一个歌器 就是这种在人家家里面唱唱歌 弹弹琵琶 陪陪酒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年十三 十三岁 因为他喜欢唱歌跳舞 所以他就在这个城里面 开始变得很有名 杜牧就讲 他认识了这个女孩子 后来这个女孩子 就被一个姓沈的一个人 就收为妾 那么再过几年以后 年纪稍微大了一点 杜牧就很感慨 因为这样的女子 大概到最后都有一点孤独 也有一点落寞 因为年华老去 所以他就写了一首张好好的诗 这是他的原稿 留下来原稿 那我觉得这首诗的原稿里 看到杜牧的字的一种 潇洒跟漂亮 所以他是有一点介于 楷书跟狂草之间 所以我们知道 他有很好的基本功的训练 可是因为他写诗 所以那个线条又非常的温柔 所以这是我希望 我们今天可以提到说 怎么样找到自己 在规矩跟自由之间的 一种平衡 我觉得杜牧这个诗稿 特别让我有这样的感动 就是说 其实自由跟规矩并不冲突 有些人规矩太过度了 就拘谨了 对 那有些人解放的过度 自由的过度 就有一点放肆跟胡来 那么如果维持的很好的平衡 他就会有一个真正的美出来 那这是在唐代的书法里 特别可以感觉到的一个精神 是是 啊 好精彩啊 好美啊 好美的书法 非常谢谢江老师 是为我们介绍唐代的凯书 以及狂草 感恩 感恩江老师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更要感谢的是 潘导波 余代电台现场所的工作人员 音乐小聚 我们下期再见